首先就要带您看今天整体而言 台股小涨了三点 最后收在8870点 今天的成交量919亿元 于事已至成 T520行情提前暖身 5号台股小涨开出 盘中在平盘附近整理 尾盘电子股强力春盘下 奋力收涨 加热指数中场小涨三点 收在了8870点 成交量919亿元 520之前的行情 我先给结论 我预期是乐观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今天外资的一个 台子集的多单 开始有做减码的动作 宏达电工上涨停 来到169元 联发科在外资看好下 表现同样猴不绕 收在513元 创四年新高 加上大力光也涨到1980元 外资归队 今天买超4.03亿 合计三大法人买超151元 以过去10年520行情来看 前10天台股上涨比率40% 520当天台股收红比率 也占上四成 今天最重要的一档个股 我们可以看到 298的宏达电 169块涨停板 用暴大量的方式 突破年限 创新高 这一档个股它的走势 让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它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 在法说之前 相关的这些个股 都会受到比较大的激励 这礼拜几大重要法说会登场 6号宏达电群创打头阵 接着7号还有华硕 8号还有河硕 成了左右台股走势的重要关键 三星会已经分头到